有一次就是說 我們在講我們下對上 我現在講的這個例子 也是我很年輕 可能住院醫師第二年的例子 我絕對是下 然後就被一個 我在台北長庚 我們是規定如果接到急診 要看眼科病人 必須30分鐘之內一定要到急診 那台北長庚很小 其實坐個電梯下去就到了 我大概接到電話就馬上 因為半夜嘛 總是要穿衣服啊 然後要拿工具啊 然後就推開門 大概不到五分鐘 我馬上接到急診的主治醫師 再來第二通電話 華氏你在幹嘛 趕快下來 很兇 這時候我怒氣就來了 你不是很快了嗎 我已經很快 我想說我到底做錯什麼事情 你要這樣罵我 但是我是黃醫師嘛 所以我是有撇步的 我就下去 有撇步 我大概心中 已經知道什麼狀況 我在猜第一個一定是病人 罵了這個急診醫師 所以他再來罵我 因為他無處可宣洩 就只會罵我 怎麼還不來 人家就是要來看眼科 那你眼科醫師又不趕快來 所以我下去之後 我一看病人 第一眼我大概就是他的病情 我們就很會看嘛 他就是一個 因為他白天在看電汗 所以晚上就一定會有那個角膜炎發生 突然很痛 有眼鏈蒸不開 整個爆痛 然後我就請他坐下來 就幫他點了眼藥水 其實就是麻藥 就麻醉他的痛感 眼睛就可以睜開了 就不痛了 那他頓時就覺得我是神醫 其實 然後這時候就會開始聽了進去我的話 因為你是神醫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先生你要知道 我念醫學院七年 不是為了晚上被你叫起來 然後給你罵 然後我就開始訴說我的 沒有訴說我多認真 我為了想要當醫生 我多努力 努力到今天 就是為了要來把你的病治好 結果你這樣對我你對嗎 不對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說再說 你看急診的醫師 大家都是要救命 結果你去罵那個急診的醫師 你對嗎 我錯了 對所以我就說你必須 而且我不是 我沒有這樣就放過他 我說你看 你還不放過他 我沒有放過他 我說你一定要去跟急診的醫師道歉 你現在就去 不然我沒有要給你開藥 你現在就去 那他去了嗎 他就去了 他突然也幡然悔顧 就說我真的太不應該 我怎麼能對醫生這樣 因為你身上散發聖結的光芒 對 後面有佛光 而且我講話是很溫柔的 我不會吼他 我說你這樣想你對嗎 我們這樣對你好 然後為了你盡全力 你看半夜大家是不是都在睡覺 只有我在這邊跟你看 你是不是應該去道歉 他就去道歉了 哇小以大意耶 真的 大家就凡然匪悟耶 對 然後我後來也沒有放過那個急診醫生 他說罵我 對 你到底放過誰 你有放過人嗎 你沒有放過他是什麼意思 對 就是說我個人認為 他雖然是主治醫師 可是他也沒有理由 這樣不分清紅照白 罵我這個住院醫師 而且我們是不同科的 你是因為不會看 所以請我看 對 你都還不尊重我 這是怎麼回事 對 然後所以我就 可是我不會 就是我比較有辦法 我不會自己去跟他對抗 我就我去罵他 我就不講話就走了 可是我在臨走之前 我有告訴病人說 你不覺得我對你很好嗎 你今天是不是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覺得你應該要回饋我 我請你去投院長信箱 說那個急診醫生 不可以這樣罵眼科醫師 然後那個男病人就照做 照做的喔 真的 所以我是很會 勸服病人的 神神神神神 拜拜 後來急診醫生 就被嚴重檢討了